好,我們現在要來介紹的是Style Game 也就是原版的Style Game 不是Style Game2也不是Style Game2Other 而是原版的Style Game 那Style Game一樣的,我們說這些Paper 都有一些讓人記憶深刻的一些圖片 那Style Game基本上就是這個 等一下會看到完整的圖片,但基本上是這個圖片 那這個圖片有什麼特別呢? 對,當然你仔細看的話會發現 跟Progressive Growing的那個Game比起來呢 他的影像更為清晰一點點 就是他的人看起來更真實一點點 當然你還是會看到一些瑕疵啦 但是他看起來更為真實一點點 不過呢最重要的是你看這張圖 這張圖的話你會看到說 感覺除了都是人臉之外 好像還有一些什麼特別的地方 他特別的地方就是 你看這一排 看起來好像都有些共通性 橫的看有共通性 直的看每一個也都有共通性 比方說你看這邊的話都是 男生、女生、然後小朋友 然後對啊 就每個都有個 橫的話你看膚色 所以這件事情感覺就很神奇 因為前面所說的 Progressive Growing 它生出來的東西呢 其實它的Latin 我們是沒有辦法知道它的Latin 代表什麼意義的 但這邊似乎從這個圖看起來 我們在某種程度上面可以控制 一些對我們來說有意義的一些 一些比如說是膚色啊 人種啊性別啊這種東西的 年齡 好那當然其實還有一個東西 你其實這邊 當你我們之後講到Style Game 2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的東西 但是現在的話可能會暫時沒有看到 其實是有一些瑕疵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一些瑕疵的 那是Style Game 2之後會解決 不過我們先不管那個東西 好那所以它是怎麼辦到這件事情呢 是不是有Label還是有什麼呢 也不是 它這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它不是用Label去做這件事情的 它是用網路的結構本身 就可以控制像是細節 或者是它的風格 這方面的部分 那之所以能夠控制風格 也就是這個名稱由來 Style Game的Style的由來 稍後我們會介紹到 一個AdaIn這個部分 Adaptive Instantomization 那這個也是跟它Style有關 它名稱由來的地方 好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它一個 最主要架構上的差異 可以由這張圖來看到 好這張圖其實是有兩種東西 一個是Traditional的 就是傳統就是之前 Progressive Growing 或者是其他類似的網路 它標準的架構 那這邊呢 是它這邊提出來 Style Game特別的地方 好 那以這邊來說的話 什麼叫做所謂傳統的呢 它就是Latant 就是我們說隱藏的 那個向量進來 隨機的向量進來 它經過一堆Fully Connected Normalization 我們之前講過 Progressive Growing 它有個Pixel Normalization 那些東西的 Convolution 好最後出來之後呢 然後 跑跑跑跑 然後 Upsampling Upsampling 然後再去做Convolution 好這個東西 主要是一般Generator的架構 它這邊講的是Generator的架構 因為所以你進來的時候 是Later嘛 出來的時候是一張圖片 好那當然以Progressive Growing的 來說的話 一開始4乘4 往上變8乘8 它一層一層套上去的 好 那所謂新的架構 是怎麼一回事呢 它說的是這個樣子 它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好第一個部分 是被稱為是Mapping 這個東西被稱為Mapping Network 另外一個部分被稱為Synthesis Network 也就是說呢 它的 它在做的事情 你可以基本上看成是Later 進來之後 它經過一大堆的Fully Connected之後 當然一開始Normalize Fully Connected之後呢 最後會得到一個 W 記得叫Z 真的W 通常Later叫Z 那它這邊跑出來 這邊專有名字叫W 那這個東西也不叫做Later 它叫D-Later 這邊主要叫Delater 那Delater 我們先不管它怎麼塞進去 因為等一下會講 那 總之呢 它在丟到真正的去 把圖片伸進來的地方 所以後面這一段 W 先不管它進去的地方 我們先看到它W進去之後呢 欸 那 這是一個有點像是之前Z進來 一堆有Convolution的東西 那這邊一樣有放大Convolution 然後Upsimpling 你看 然後呢慢慢跑跑跑 跑到最後面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 等一下我們會特別提到 但總之 它這邊一開始做了一個Mapping 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把Z 經過一個轉換之後 首先它先變成了一個W Deleter的東西 好 那這件事情它想要做什麼呢 它想要做的其實就是 呃 一般我們 想要 有的名字叫Disentangle 好 因為呢 這邊有一個標準的例子來解釋這件事情 好 我們拿到的資料 它的Distribution 在不同的 我們覺得有意義的維度上面 很可能它並不是獨立的 好 比方說好了 長頭髮 和短頭髮 可能是長頭髮 這邊可能是 長頭髮 這邊可能是短頭髮 然後呢 這邊可能是男性 這邊可能是女性 好 那這個東西代表什麼意思呢 OK 因為長頭髮的男性相對來說較少 但我們就直接當作沒有啦 好 這樣相對較少 所以這邊會是空缺的 好 可是呢 像是也許短頭髮的女性 和長頭髮的女性 數量都還算是多 然後短頭髮男性 男性的話集中在短頭髮 所以 它的 在這個兩個有意義的維度 就是 男性女性 或者是長頭髮短頭髮 這個維度 雖然我們希望能夠把它分開 但是如果把它分成兩個獨立為一度的話呢 你會看到 它的 在資料所形成的Domain 資料所形成的樣子 Distribution 應該會長得像L型這樣子 會比較傾向於L型 可是呢 我們真正未進去 不管怎麼樣 我們未進去的東西 一開始未進去的東西 都是一個 就是高選 因為我們不曉得 真實的Distribution長什麼樣子 反正我們知道所有東西都可以經過一些 轉換之後 變成任何形狀 所以我們通常就不管丟進去 這樣當然也是可以 可以工作的 至少 Progressive Growing 就真的不錯 但是呢 這個東西的Laten 會比較 失去它的意義 所以它這邊 就想要做這件事情 當然這個東西還有另外的原因 等一下就是因為 因為Style 還有AdaIn的原因 它也必須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 一個解釋就是 它這邊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好 我們經過這個Mapping Network之後呢 我們可以把原來 原來一個比較像是圓形的 像是Gaussian 這種Distribution呢 經過那個Mapping Network之後 印成W 所以剛才那個東西 它心裡想的東西呢 其實是我這邊 我這邊有一個 是Z 經過剛才那個Mapping Network之後 會變成W W會變成比較有意義的形狀 好 那這有意義的形狀之後 我們從這邊再來拆分 它希望 那個網路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其實 當然因為它本身就是 一個拉平 一個一圍的向量 就是一個平的向量 它一個平的向量 所以中間只需要一堆Dance 的Network 其實連過去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們解釋 有關於Mapping Network之所以 要有用的地方 好 不過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 AdaIn 這個東西叫做 Adaptive Instant Normalization 好 那這個東西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 這個 也就是為什麼 Style Game會叫Style的由來 這個Style的由來 好 因為這要講一點 就是AdaIn一開始 從來的地方 是從Style Transfer 一些快速的Style Transfer 那邊來的 你可以看原始的 這篇的那個Paper 這以後有給一些文獻 的連結 但是呢主要的 就是以前 我們一開始 之前課堂上有講過 Style Transfer這件事情 Normal Style Transfer 那效果其實還不錯 但是很慢 但是很慢 後來有很多讓它變快的方法 其中有一些方法呢 用的就是 發現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呢 其實呢 Style 可以是存在 Instant Normalization的係數上面 好 我們先講一下 什麼叫做 Instant Normalization 其實用這個式子可以看到 這個東西其實很像 Batch Normalization 我們其實就是把我們的輸出 每一個Future輸出的東西 就是每一層輸出的東西呢 我們扣掉 Min 除以Standard Deviation 那以Batch Batch Normalization來說的話 它統計的範圍 就是以Batch為 以Batch為標準 一個Batch一個Batch 然後依照個別的Future 去每個Future個別去做 所以這邊的I 就代表是個別的Future 好 那當然如果是在圖形 例子上來說 Batch Normalization 它的Future 指的就是Channel 所以它平均 或者是Standard Deviation 是對Batch 然後也會對Pixel 那些東西去做的 但是就是一個Batch 一個Batch 就去做 去算它的Min 和Standard Deviation 那如果在Inference的時候呢 在做Prediction的時候呢 如果你 沒有不確定Batch 或多大 我們就用之前的 統計 Running Average 留下來的 Min 或Standard Deviation 來做一個 Normalization的操作 好 做完這個操作之後 我們 還是會希望有一個 懲罰 就是它的放大 和它的Bias 把它加回去 那當然你會說 這樣不是 你又把它 Min和Standard Deviation 扣掉了 然後又再加回去 為什麼不直接放進去 這樣子有點像是Fused 或Baked 就是把它直接移進去 這樣不是反而算比較快嗎 當然我們真的在做 已經把兄弟訓練完之後呢 直接塞進去當然 也會做這件事情 讓它加速 就是有時候 可能會說是Fused 或Baked 就把它融合進去 但是呢 在訓練的時候 這樣子做 其實是會有好處的 那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那其中一個說法 當然原本 原本當然是有一些說法 但是 有一種說法是說 它是Decoupling 就是把這兩東西分開訓練 其實是比較好訓練 好 那Instandalization 其實也是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它不是在Bedge 它是對一個Instant 直接去做的 所以它是對個別的Instant 直接去做的 那既然 它不需要用到Bedge 所以呢 這個Mine 跟這個 Sandard Deviation 它一直都是 現場直接算 因為你丟一張圖片 丟兩張圖片也好 反正它是各個Instant 直接個別去算 所以我們的X還是扣掉它 Sigma還是扣掉它 然後這個東西呢 如果是標準的沒有Ada 是Instandalization 這是學起來的 這是BIOS 跟這個 這個可能叫做Scale 因為有的說成了Gamma跟Beta 但是這個S Scale跟它的BIOS 這兩個東西呢 就是BIOS 這個Scale 這兩個是學起來的 這兩個是學起來的 好 那這是普通的Instandalization 你只是扣掉它的Mine 然後呢 除以它的Sandard Deviation 然後學到一個Scale 學到一個BIOS 那標準的Instandalization 標準的Ada in Adaptive Instandalization 是怎麼回一回事呢 我們說它的來源其實是風格轉移 好那所以我們有兩張圖片 一張是風格的 一張是Content 那對我們的對Content來說呢 我們做這件事情之後呢 我們希望它能夠 就是轉成變成Style那張圖上的風格 好那這張風格來說的話 所以這個Y就是有那張風格的那張圖 YS和YB這兩個東西呢 就是由風格的那張圖片去決定了 好所以 又從Example Image 就是Style Image 就當成Example Image 我們只要希望說轉成範谷畫的風格 那我們就把範谷的那幅畫 跑出來的Scale 每一層跑出來不同的Scale 每一層跑出來不同的BIOS 移過來 取代原本它這張圖本身的 MIM跟Stand deviation 那這樣風格就會轉移了 好你可能會覺得說 這樣子夠用嗎 我們風格是看起來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啊 那你這邊只給 就是每個Channel 因為我們每個Future 就是一個Channel 每個Channel只給一個數字 其實兩個數字 一個Scale一個Bile 每個Channel只用兩個數字 光這些就可以足夠表達風格了嗎 好那之前的一些實驗 他們一些Paper研究發現 這個東西的確風格 至少很多很大一部分 或者是某種意義上來說 它是藏在這兩個地方的 所以你只要把任何一個東西呢 它輸出的Future Outward 去做一個就是平移 或者放大縮小 這兩個東西呢 就能夠改變它的風格 所以這是風格移動位置 這是他說的 一些一個快速風格轉移的方式 在說的這件事情 後來大家很多重複也覺得 這件事情其實好像是合理的 好以這邊來說呢 Style Game 就是利用這個東西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Style Game的原因 因為他用了這個阿大印 那他覺得這邊也是跟 這個東西本身跟Style有關的 好那 不過實際上來說 Style Game呢 它因為沒有Example圖片嘛 你進來的東西是一個LATENT變成DLATENT 所以它這邊的Y呢 就是從DLATENT去算出來的 也就是說剛才 好我們回到剛才這個圖 然後你的LATENT進來之後 經過一堆Mapping之後 你得到一個DLATENT 然後這個DLATENT呢 我們再去經過一些 那個Affine Transformation之後呢 好你會得到一堆 剛才說的Scale 跟 那個BIOS 來做他剛才的阿大印要做的事情 所以這邊你看看 這邊就不斷的進去 進去每一層都一次 每一層都進去一次 所以會有這麼多一堆東西 來做這些事情 好那這一堆Style 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明顯的好處是 我們這邊 原則上它是把所有東西都當成Style 就是我們所有的資訊 只是有些Style是比較 比較粗的 因為我們在低解析度的時候 你進去的Style 就是一次就影響整個圖 然後後面的比較高解析度 比如這邊已經是可能是 1024x1024的時候 那這邊的Style影響就會是比較細的 至少它希望是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原因是 我們這DLATEN進去之後 不斷的進去 跟傳統的我們直接一個LATEN進去 穿過這麼多層 有一個很根本性的差異就是 如果你是從一開始就這樣進去 它到後面層的時候 這個Z能夠影響到的地方 就已經不是那麼直接了 它還是可以影響 但是已經不是那麼直接了 如果我們想要直接 某一個 就是某一個 XS某一個 那個東西去是要 控制它 比如說我們希望控制它的材質 或什麼 這件事情因為已經中間已經 第一個它能夠影響到就不錯 第二個就是 它已經跟一堆東西混在一起了 你很難把它湊開來 現在改用這種方式 把它不同的層分進去 那我們就大概可以知道 這些東西可以直接控制的 我們至少希望 能夠控制的是比較 高解析度比較細微的材質的部分 那這邊是比較控制 比較整體性的部分 所以我們就很自然的 就把它分開來 這是我們剛才一開始說的 我們感覺上好像 就是這個地方 是不是能控制比較細微的部分 跟比較 就是比較材質的 你不能講材質 這看起來好像甚至不是很正確 就是因為比較像膚色 頭髮顏色 這種比較細節的地方 還有比較大型的 比方說它到底是 男性女性 小朋友 這種這種差異 那這種東西就是很根本性的差異 你這個再怎麼換膚色 也沒辦法把這小朋友變成 就是變成 這個這位成年人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你看到它這邊就是用 利用這個網路的結構呢 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它這邊每一個 這邊最後丟進去的東西 會影響到的東西呢 比方說這邊阿拉印這邊有 比如說這邊有256的channel 假設它有512 channel 我們講512 channel 那這512 channel呢 其實 我們這邊叫channel數量兩倍的 東西進來 因為一個是scale 每個channel都要一個scale和一個bios 所以每個地方都一樣 需要這樣子進來 好 那額外的這邊還有一個noise 是直接加進去的 這個東西是稍後 會提到是增加它的一些真實度 更加增加到真實度 不過這相對來說是相對比較次要的事情 但是呢 這邊額外的是有一個noise 要加在這個裡頭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 它cell game最主要的一個網路結構本身 它在做的事情 好 我們再往下來看一下 好 除了剛才的網路結構之外 呃 剛才我們說的那一些deletant 它要怎麼把它用出來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 這個才是完整的圖 我們一開始說 我們剛剛看到是這個東西 我們最容易記的是這個嘛 但是它比較完整是長像這樣 好 那個圖是怎麼一回事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堆的是 那 source B 跟 source A 好 那 我們這邊 source A 呢 我們把 我們這些 source 本身都有一堆deletant 好 那就 原則上這個圖是這樣子啊 有一堆 Z 進來了 就是你有一些 我把它放大一點點 讓大家看得更清楚 好 希望能夠放大 好 這整體來看 好 有一些 source 有一些 Z 進來之後 你伸出來一堆圖啦 所以你當然有這些 Z 進來之後 你可以得到 W 就是 latent 你可以得到 deletant 好 那這邊也是一樣 隨機產生一堆 Z 你可能挑一挑 或隨機產生了 你也會得到它的 deletant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些 deletant 做一些平接 mix and match 做一些 mix and match 做一些 結合 好 那以這邊來說的話呢 它是把比較 coarse的 style 也就是比較粗一點的 style 把它換成上面的 B 的部分 什麼是比較粗的地方呢 就是解析度比較低的部分 像是 4x4啊 8x8啊 16x16啊這些東西 它把它這些東西呢 換成上面 B 的東西 把 A 的 A 的其他就保留啦 但是比較 這個比較低解析度的換成它 那會達到什麼效果呢 也就是它的結構會比較 偏向 B 但是它的那個 風格 我覺得風格還是比較中性一點 我喜歡講材質啊 但是這個也不完全是材質 而且聽起來好像有點霧化人的感覺 總之這叫風格 風格會比較接近 就是比較細微的風格 因為兩個其實都是風格 但我們講風格 風格和它的 內容 我們用 content style 這個來講 content style 這個來講 它的內容會比較接近 B 但是它的風格會比較接近 A 也來看 所以你看到顏色 就你咪咪眼 然後或者是模糊一樣 或者把眼鏡拿掉 你看到這一邊的顏色都是一樣 只要橫的東西的顏色都是一樣 包含背景都一樣 然後但是呢 直的部分 就會跟它的人的 比如說 你看到戴眼鏡 他這邊就戴眼鏡 然後小朋友 這邊都小朋友 倒是像是留鬍子 他就還是會有些不同的風格的影響 但是總之就是至少 這東西都是男性 女性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些的差異性 好 那如果他把中間層換掉的話 就會有一些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 middle style 就是比如說 我舉例 因為我沒有 他實際上上面有寫 但是我沒有記得 他到底是哪幾樣 比如說是 因為你都可以用 比如說是 32 乘 32 64 乘 64 這兩層好了 或者128層128這三層把它換掉 換成 B 的部分 這時候就是一個挺有趣 你沒辦法說他完全 你看到 這個人來說 你沒辦法說他完全都 就不像他這邊都很一致的 這邊不一致 是一個很微妙的一個變化 就是兩個人真的混合體這種感覺 你看這個變成了這個 就是某種程度的混合體 你也不曉得性別或什麼的 甚至有一些看起來會很中性的 像這個 其實相對來說就是還蠻中性的 那以這邊的話性別 基本上把它拉過去了 以橫的來說 但是這個看你拉那幾層 好 那反過來好了 反過來就是一樣這張圖 但是我們把 比較像是高解析度的那些 style 也就是最後幾個 比如說512x512x1024x1024 也許還加上256x256 那幾層的那個A拉過來 就是那個Deletter 那個打過去的style 東西拉過來 你就會得到這些 每一個變色 同一個人跟左邊人很像 但是他變色 變成不同的膚色 變成不同的背景 因為背景他沒有分開來弄 所以都一樣 然後可能不同的髮色 所以這個可以做到還蠻有趣的一個現象 好那這部分原則上我們就是講他的 模型的生成 但是他訓練的時候或者是 他還有很多內容 這篇內容其實很多 我覺得非常值得一看 好但是我們這邊會再介紹一下他一些 裡頭提到的一些還蠻有趣的概念 好 其中一個叫做 Perceptual Path Lens 簡稱PPL 好這是什麼意思呢 好這個東西主要是在想要描述說 好我們常常會做一些interpolation 就是一個臉 好慢慢變到另外一個臉 好我們剛才說變臉這種東西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呢 好或者是比如說你一個 之前那個什麼 那個房間 L上的房間 我們也可能是一個房間 變成另外一個房間 好那你也可能如果 你可以伸出來一張圖 跟他的近色圖的話 如果你做一個interpolation的話 看起來可能就比如說這個房間 跟左轉跟右轉 理想上他可能可以做成像是 這樣子轉過去 角度這樣轉過去 這樣當然對我們 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常常會做interpolation 那這interpolation 在有一些研究頭發現說呢 那這些interpolation 有的時候 他在轉動的過程之中呢 會突然跳開 就是會不是跟我們想像中那麼好一樣 他有時候會東跳西跳的 甚至會整個暴跳再回來 那這當然顯然是不好的 好那如果他能夠很平順的移過去 從A慢慢的變成B 好先不管他是不是合理的 至少能夠很平順的變過去 那這至少是一些好事情 好那 所以我們perception path length 基本上是要來 測量 度量這個interpolation 到底有沒有多平滑 多平順 那 原則上是這樣子啦 我們在做interpolation的時候 在你的latent space 都是一個連線 或者是以這個例子來說 因為他主要是在球面上 他一開始做normalize 所以他是在球面上做interpolation 他在球面上面會做一個interpolation 好那是在latent空間 或者是delatent空間 因為我們有兩個latent 一個latent 一個delatent 在這空間上面做一個 很單純的interpolation 那我們會希望這個東西 在我們的感官或認知裡頭 他也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平滑平順的過程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這件事情呢 好那 一般來說我們就會有一些像是 lpips 或者是一些major 我們就把 基本上就是把那個 嗯 我們的圖片丟到 一個pretrain 已經訓練好 可能在ImageNet 可能在其他東西 已經訓練好的網路 那我們會得到他後面的一些層 中間的一些層 我們挑出一些層 或者用很多層 中間的一些層 然後來 把這些層 看看他像不像 就是l2 距離 那 這種東西我們一般來說 會把它稱為 是像說 perceptual distance 或者是perceptual space 那個空間你打過去 經過一個pretrain network 跑出來的那些future map 我們會把它看成是叫做 perceptual space 這一般是這樣叫啦 那是不是跟真的感官 感知一樣 也很難說 因為根本沒有定義 好 那 所以 嗯 不過總之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 就叫perceptual 而且它其實跟真正的感知 感官 某種意義上來有 比如說你看lpips lpips 那篇 paper 他也有一些論證說 他找一些人來看 人看的真的跟那個 perceptual的那個distance 會比較接近一點點 好 那我們希望就是好 我們現在從delation這空間打到 perceptual space 經過一個pretrain network 打到一個perceptual space 那我們希望呢 我們希望呢 他的distance 就是他的distance 也是很短 為什麼呢 因為interpolation的話 你連線的話是一條直線 那如果我們打過去的話呢 如果他是一條曲線那就不好了 那我們知道兩點之間最短的距離 是一條直線 所以如果打到perceptual space 他的距離還是很短的話 越短的話 對我們來說應該是覺得越好 這樣他越不會變動跳來跳去 也不會 就是他們 他如果繞遠路的話 那東西一定是 距離一定會變長嘛 所以他是 我們覺得他是直接變過去了 你從a變到b 他是走最短路徑 他在感知裡頭也是走最短路徑 那這樣就是好的 基本上就在做這件事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這個式子 然後是 Slerp 基本上指的 S是 sphere 那 L erp 原則上指的就是 Latends做的那個interpolation 就是做差值 所以 因為我們在圓上面做差值 因為我們全面有normalization 在z上面用normalization 那如果deletting的話 可能就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就直接做差值也可以 好我們做差值之後呢 就是這個 T 和 T 加 Y 因為我們要量整個距離 但是如果我們隨便從中間找一小段 讓它走一點點 我們每一小段都測量起來 因為你要就有點像是我們測量空間中的曲線的長度 我們就把它切一小段一小段 就是以危機份來講 就切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 然後把它連起來做折線圖 做折線圖之後呢 就可以近似它的長度 那這邊就是它的其中的一小段 所以你看到經過Journalator吃掉這些東西之後 吐出來一個圖 吐出來一張圖 然後 Eptional過一點點之後也是吐出來一張圖 然後呢 Distance就是剛才說的 Perseptive distance 我們去算算看 好那因為你的整體要 因為這個距離Eptional的關係 它這邊補了一個Eptional平方回來 但這反正是一個 一個常數啦 那如果你Eption固定這個 這個當然就有沒有其實都只差個倍數而已 但是也許啦 你的Eptional每次會不一定 好這個就有意義了 總之呢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計算 這是用來計算它長度的一個方式 好那這個東西出奇的有效啦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 我們稍後在Style Game 2的時候也會看到一些例子 好那 這東西其實是還一個蠻有趣的 應該說蠻有用 看起來有意思啦 我們不能有趣 或者用至少說有點意思的 一個衡量的標準 所以這邊它也用這個東西來 平斷 它的圖片的好壞 生出來的圖片跟其他東西比起來好壞 那Style Game 2甚至就直接 要想要針對這個東西去做最佳化 好那這邊主要還是要看它的那個 希望能夠 當作一個衡量的標準 當作一個matric 好那另外一個東西就不是matric 但是叫做troncation trick 叫troncation trick 好那這東西怎麼一回事呢 它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希望它 就等於充分數用的東西啦 它想要把分數充到FID充好一點點 FID是一個衡量的標準 我們在之後的課程也會講到這一點 好那 它的判斷就是如果我們都是 這個是有一個是平均點 這是平均點 如果平均點當然品質不錯啊 那一般來說我們 如果你的latan距離平均越遠的時候 你的latan距離平均越遠的時候 通常品質就比較難保證 但是距離你的平均點越近的時候 畫質通常可以保證 好可是反過來說呢 反過來說呢 如果你限我們當然可以限制啊 就是說好我們乾脆就限制說 我們希望這些臉不要超過 跟平均點的距離不要太遠 好跟平均點的距離不要太遠 那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啊 那以這邊來說 我們之後會有一個實作 我們會稍微解釋程式 會更清楚一點點 不過基本上就是 它先把平均點算出來 然後呢 你把你自己跟平均點之間的誤差呢 的差距呢 乘上一個比例把它縮小 比如說你乘上0.7 乘上0.5 當然你的這個數字越小 它越接近平均點 所以看起來畫質 越好 越不容易出錯 然後如果你乘上一個負號的話 可能會變成反向的臉 看不管方向或性別都交換了 這個至少 不過人種也沒交換了 可能是因為這個 DHC有白人 占太多了 所以 也很難直接把白人變黑人這樣子 那 不過總之就是它 你看到這邊 乘上負號之後 它會 它甚至可以交換 但是你說為什麼 既然品質好 為什麼不全部都0就可以了 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就是 如果你全部都是0的話 你每一次生都是平均點 那這樣當然每一次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 多樣性會少很多 好 所以就要做個取捨 你可以讓那個品質更好一點點 你就 就把這個 設小一點點 這個 side 設小一點點 那當然如果呢 你希望多樣性大一點點 你就把這個side 可以設大一點點 好 所以當你產生那個random的東西的時候 你做 這其實 最後對的是delaten 所以你生到delaten 我們可以把delaten 如果盡量往平均點去靠一點點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不會出現一些破圖啊 扭曲啊 變形這種東西 但是如果你往 但它的多樣性就會變少 那如果你希望多樣性變多的時候 你就讓它 離平均點 不要那麼近 還沒有說離平均點更遠 你可以試試看 但是基本上就是比如說0.7 0.9 0.8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 品質優先 跟多樣性其次 那你可能把它設0.5 這可能 每一個東西就比較不會破掉 但是 它是比較安全的 一個方式 只是沒有創意 無聊但是安全 好 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troncation trick 那可以用來 保障你的品質 那當然其實並不是一個特別 有創意的方式 但是因為它 嗯 我的意思是說 嗯 你本來就可以 比如說你是LATEN的話 你本來就可以把LATEN的StandDivision變小了 但是因為它這邊前面有一個Mapping Network 它這邊對的其實主要是DLATEN去做的啦 所以 嗯 有點不太一樣就是了 不然本來你本來也就是可以把那個 你的LATEN StandDivision變小 也會有類似的效果 但是它還是不太一樣就是了 好 那 嗯 這邊就是一些其他的例子 這個是對於 我們現在就是欣賞圖片而已啦 因為 差不多 我覺得可以 比較值得分享的部分都已經分享了 這邊就是讓大家看一下它真正 生出來比較細節圖的樣子 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 一個 這我也忘了它怎麼做 但是就是 一個圖然後 它用不同的把它 中間的DLATEN把它換掉 然後變成不同的小圖 可以看到一個 它這個 它主要想要做的是這件事情 就是大圖跟小圖 然後中間是它的 應該是它的叉值 這個你可以詳細看一下 因為這個我覺得 老實說 我看不太懂 這看起來不太確定它想要表達什麼意思 看起來很炫啊 但是我不是很確定它 這個大圖 應該是兩個大圖做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不是很確定它 它 這些圖之間有什麼關聯 所以我並沒有很有興趣 所以我忘記它在做什麼事情 這個我承認我忘記了 不過你就看一下這個圖 反正總之就是 很多 這圖之間是有關係的 但是 有興趣的話你可以看一看 就是知道說 說不定你可以看出來 它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是一直沒有興趣去了解說 這個東西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好 好那 這個是車子 車子它也是大圖生小圖 生了很多小圖出來 好同樣的 我並不是很有 我不太確定 就是兩個是一樣的啦 但是總之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大堆汽車的圖 好 嗯 對啊 其實我不太清楚大圖生大圖 是 它是做了什麼事情 好 但總之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就對了 好 那這邊的話 其實看起來已經不錯了對不對 好 不過 Style Game 2 接下來就是要針對 Style Game的缺點去做改進 這個我們 在下一段影片會來介紹這件事情